TiBoys 大家好,我們是TiBoys 因為2018也過去了吧 請三文先分別總結一下 過去一年對自己最滿意的地方 以及最遺憾的地方 2018最滿意的地方就是 過了非常充實的一年 然後遺憾的地方就是 還是想要 還是沒有完成一些 想要完成的東西 對,現在 就太多了 這種事情 就有自己私人的事情 也有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工作的一些分享的事情 也沒有完成 我的話2018就是還做了 蠻多事情有出歌 然後有拍戲拍電影都有做 那比較遺憾的就是覺得 歌還沒有出到那麼多那麼好的 對 比較滿意的事就是 有自己的各種各樣 各方面的作品 然後上了大學 然後也成年了 然後比較遺憾的事情 遺憾的事情可能就是 自己私下的生活時間 可能還比較少 那因為在去年一年 TIF也成了全年的成年團 那成年之後 然後做過最爽的 或者最想嘗試一件事是什麼 其實我 就 我應該就是 拿到駕照開車吧 但是其實我 我已經成年一年了 還讓他們來回 對 我就是覺得還好 就是 終於回家 可以跟家裡人喝點酒了 他們也不會說我了 剛成年 差不多一兩個月 就覺得 跟之前生活 沒什麼兩樣 差不多 有很多體驗到成年那一塊 那 那我們現在 小凱來先回答一下 個別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也知道 家照的問題 然後可以評價一下 自己拿到家照 以來自的秋季有沒有寄付 我 其實我 我 我就是小時候跟我爸一塊出去 就比如我爸開車的時候 我就 我爸就會跟我說 所以我考家照就是比較快 我都是一次性過的那種 開車也沒有 就是經常開 就還是那樣 就 不會出事 反正就是遵照 交通規則開就行 你開車去過最遠的地兒呢 最遠的地兒 我我都是就是 可能出去就是自駕遊啊 就是跟我 就是跟 就是就是 就是輪著開 我不會一直開很久 當然我也是怕別人累 所以 交換著開 請問一下小哥 因為之前也有一個 出國讀書的決定嘛 讓大家還蠻佩服的 然後做這個決定 大概是經過多久時間的考慮 多久時間的考慮 就是 就是一直在糾結嘛 因為 你得想你的事業 你的生活圈子 和你的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覺得 現在就是一個 作為一個成年的男人啊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得 對自己負責 你做了一個選擇 就別後悔 那就是不要忘了你為什麼來 你要 不要忘了你最初的初心 對 那在異國他鄉 最期待的部分 然後以及 可能現在最擔心 最害怕的部分 在異國他鄉 最 最期待就是回國肯定 對對對 但是沒有那麼著急 就還好還好 嗯 那現在是天氣 因為今天在大冰小店 然後很多人也會說 你很有孩子圈 孩子們都很喜歡你 你跟孩子相處 有什麼小秘訣? 小秘訣就是 啊 跟他們 用平等的身份 一起去說話聊天 然後玩 啊 然後就是多理解 理解孩子們 然後去 在他們的角度多想一想 就 你就能跟孩子們 稍微聊得來一點 那所以比如回家 在第一位經濟小孩的時候 一般會怎麼組織這幫小孩玩什麼 啊 一般就太多太鬧的時候 我一般就 啊 稍微 就如果我管控不了的話 就稍微離他們遠一點 那我們現在還是三個人回答的問題 因為平日粉絲會對你提各種要求 如果你們在這裡面 能分別給粉絲提一個要求 就可以比較好玩的一些要求 你會分別提什麼 來小開 嗯 好玩的要求 嗯 就是希望他們 能夠 吃得白白胖胖的吧 我希望 所有粉絲都能 心想事成吧 嗯 對 要求就是希望你們能 做好自己心裏想做的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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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